各位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二早上的天理报告 我是沈志泰 留意今天打风凰 先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 现在是生效紧价 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合录 就可以看到南海中部有一个热带低气压 在上午6点的时候 这个热带低气压 习近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概是620公里 我们预料它会以北至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动 大致是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道一带 留意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而大低气压 今早仍然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 1号戒备信号在今早10点之前都会维持 随后会视乎本港的风力变法 考虑改发3号强风讯号 如果看回雷达图像就可以看到 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 不时都会带来一些狂风骤雨和雷暴加 雨上有时都会很大 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海就会有大浪和涌浪 大家就要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如果看回电脑模式雨报就可以看到 明天我们会继续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 就会有一些狂风大骤雨 然后可以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会是多云 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加 雨水有时就会颇大 留意日间的气温都只会徘徊在29度左右 风方面就会吹清净的片东风 离岸和高地就会吹强风 稍后风势就会进一步增强 留意海就会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方面 我们预测明天都会继续风势颇大 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加 留意海面就会继续有大浪和涌浪 随后那两天就会继续有一些骤雨 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有机会还风还雨 所以出门口之前就要做多些准备的措施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